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被日本占领50年之久的台湾及澎湖列岛 由中国收回 这成为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重要标志 我们知道实际上 中日就军事实力而言 日强而中弱 那为什么中国能够战胜 不可一世的日本军国主义 而赢得胜利呢 下面我就带着你分析一下这其中的原因 首先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 为抗日救国 各界爱国人士团结一心 在强敌面前表现出了精忠报国 舍身取义的民族气节 比如说像杨敬宇 赵上智 左拳 彭雪峰 张四中等一批抗日将领 还有八路军狼牙山武壮士 东北抗连的八位女战士 还有国民党军的八百壮士 他们都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争的杰出代表 由于历史原因 一些少数民族之间曾存在着隔阂 尤其是回族 苗族 壮族的反抗斗争最为激烈 然而当抗日战争爆发时 强烈的民族认同 使各少数民族摒弃前嫌 各民族参战族别之多 地域之广 人数之重 都是空前的 我们知道一场偌大的战争 需要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 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张 坚定意志 模范行动 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 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旗帜 充当了全民族抗战的急先锋 918事变后 第一个举起抗日旗帜的就是共产党 共产党号召民众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 争得民族解放与独立 我们知道 没有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就没有抗战的胜利 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路线的 发起者 组织者 和实际领导者 即使在1941年 国民党顽固派策划了震惊中外的晚南事变 共产党在处理事变过程中也最大限度的保持了克制 从而避免了统一战线的破裂 共产党创造了敌后战场的游击作战方式 是夺取全民族抗战胜利的生力军 在军事力量方面 共产党虽然实力不济 但是开辟了敌后战场以支援正面战场 逐渐的成为全民族抗战胜利的主力军 据统计 在八年中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共作战 12万5165次 消灭日伪军171万4117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 也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国际援助密不可分 苏联是最早为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 全面抗战时期 苏联向共产党提供了140余万美元的财政资助 制定了向中共提供武器装备的计划 还通过开设医院提供急需药品和安排干部复苏治疗等措施 来改善中共的医疗卫生状况 为了更直观的说明苏联援助的作用 我们可以以1937至1940年 陕甘宁边区每年的年收入为例 1937年 苏联资金援助是边区全部收入的5.2倍 一直到1940年还保持在1.5倍这样的数字上 美国、英国及法国等国也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 朝鲜、越南、加拿大、印度等国的反法西斯战士 则直接参加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由身陷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 因为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 而且终结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武装入侵和殖民侵略 抗战胜利还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振奋了民族精神 近代以来中国人心不齐政局动荡四分五裂 国民政府虽然名义上统一了中国 但未从根本上改变分裂局面 抗日战争期间 中国人民众志成城 从根本上改变了民众一盘散沙的局面 近代以来中国屡受外国侵略 不仅国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国民精神也遭受侵害 在918事变爆发前 中日之间在东北就多有摩擦 但每一次都是中国委屈求全 以求稀释宁人 但是在抗日期间 中国人民却表现出了 与日军决战到底的决心 抗日战争还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中国的持久抗战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 为同盟国军队实行战略反攻 创造了有力的条件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 中国就抗击着日本陆军的80%左右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中国仍抗击着半数以上的日本陆军 从1931年的9月到1945年的9月 中国军民共歼灭日军150余万人 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说 假如没有中国 假如中国被打垮了 你想一想会有多少失的日本兵 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 苏联元帅崔可夫也说 甚至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 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 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 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 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 而无可争辩的事实 中国人民为最终战胜世界法西斯势力 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国际地位显著提升 中国也由此成为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通过这节课的讲述 我想让你来思考一下 你是如何理解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转折点 这个论断的呢 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再见